你現在快樂嗎 只要大家快樂 我就快樂 快開門 不要 我要把事情問清楚 你快開門 我不知道那個劍場 為什麼會擋著包包裡 你說什麼 我為什麼 稚氣未脫的圓潤臉龐 加上招牌甜笑容 林依晨散發鄰家女孩味 演起戲來自然不做作 從第一屆台北捷運美女冠軍 政大畢業的林依晨展開演藝之路 我跟弟弟跟媽媽三個人住 所以媽媽一個人的薪水很難 很難去負擔兩個小孩的 就學的費用 還有一家子的生活費用 就是已經負債三百多萬了 對於一個小家庭來說 的確是不小的負擔 再累也不含苦 為了幫三親媽媽扛家計 十八歲就出道 被迫一夜長大 喜能接就接 就算只是短短露出的幾個畫面 為什麼要哭泣 那幸福太容易 你說我比較想你的好朋友 只是不小心擁抱著 什麼角色都能演 進軍戲劇圈第一部戲就走紅 林依晨獨挑大量的好表現 備受肯定 我不想讓妳感覺我在哭 為什麼只有我在哭 妳都不會能哭的我 這善良又迷糊的小護士 讓林依晨一舉奪下 金鐘影后 恭喜林依晨 鼻腿強敵 26歲林依晨要身偶像劇一剪 年輕女偶像出頭天 更奠定她的演藝錄 當演員的使命 是要帶領觀眾 去看到更深層的人性 因為她的經歷力 再加上說 其實她真的演戲 是很自良態的 所以我覺得說 在這演戲的裡面 也是有很多的親友 非客班出身 但秉持著認真 敬業 讓著門外汗蛻變 拍攝的電視劇步步脈座 就連唱歌都難不倒她 跨足唱片奪範為發展 林依晨演藝路相當順遂 2008年 跟一舉進軍大陸電視圈 扮演金庸筆下的黃蓉 金哥哥 來 寫不下 兩岸演藝事業如日中天 拼命三糧六年之內 就接下十三部連續劇 但在2009年這一年 腦下垂體發現腫瘤 大家應該都看得出來 就是我食而水腫得很嚴重 然後食而好像臉又小了 然後這個天數有時候是 只是一兩天之差 所以那其實是 很奇怪的狀況 切除腫瘤積極付出代言 鏡頭前的林依晨明顯瘦了一大圈 林家女孩在接戲 已經蛻變三十歲的親手女 我也好有好處的 你是不是要告訴我 甚至不舞的機會不好受 恭喜 爛中終於了 怎麼可以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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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嫁給林依偉 思思入口的演技 戲裡的陳又青 擄獲戲迷青睞 更讓林依晨二度拿下金鐘獎 在任何事物面前 你只要把自己當成是個孩子 是個學生 永遠謙遜的學習 對 然後你完善你自己 之後就會 其實好的事物 人事物都會靠近 演什麼就像什麼 這就是林依晨 儘管工作放慢步調 但絕對不太多 18歲出道走進戲劇圈 成為當紅女主角 演技精湛又具個人風格 螢光幕前的甜美女孩 又有高學歷加持 好表現都足以證明 是演藝圈的最佳模範生